歌手潘伟博原定在10月底举办台北小巨蛋的演唱会 但是前一天进行的最终回彩排时 却因为头部大力撞击的钢条 大量失血紧急送医 因而取消了演唱会 在经过了一个多月的休养 不服输的潘伟博 今天凌晨在脸书上放下影片 他宣告明年1月将重返小巨蛋开场 潘伟博演唱会前夕 因为彩排高空客气 疑似因为体力不支 头部撞上钢条 大量失血紧急送医 两度进行缝合手术 演唱会也被迫取消 不过潘伟博不向命运低头 凌晨他在脸书上po文 意念和意志力实在是个神奇的东西 谢谢老天听到我的愿望 成全我和我们的不甘和不妥协 回到同一个地点 请和我一起征服这一晚 征服小巨蛋 征服命运 I'm back 2015年1月31号 画面当中的潘伟博拔掉点滴走出医院 再次站在小巨蛋前呼喊I'm back 宣誓要在站上小巨蛋的舞台 事实上潘伟博意志力坚强 在受伤13天后 就曾经跟爸爸一起献身校园演讲活动 会有很多的不甘愿吧 但是也是我的一个决心吧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回到 其实也很快的机会可以回到小巨蛋 再次冲返小巨蛋 潘伟博不认输 明年1月决定再攻小巨蛋 是不是还要再挑战高空特技的桥段 唱片公司表示还要商榷 博一定会以潘伟博的安全 作为第一考量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